一,我们常可以在网路上看到请高手帮我修图的请求 而大神卡纳虎就是这样崛起的 二,一开始他先帮几位网友修图 之后做出口碑 越来越多人找他帮忙 三,卡纳虎也挑战了各式不同的美女 不管长得是原是别 任何人到了他的手下都能成为网美 四,担心自己的学士服不好看 卡纳虎可以把他修得清新颇俗 五,卡纳虎也尝试了不种风格 帮不同网友修图已经成为了他的挑战 六,这上下两张照片是不是他超多 七,即使是被竹叶挡住一部分的脸庞 他也能修Tilda 八,经过卡纳虎的巧手 整张照片都明亮不少 九,不止脸型 脸体型也可以改变 真的太神啦 十,下图完全就是日系的美少女啊 十一,卡纳虎的PS修图相当自然 有时候真的想不到云独长这样 十二,右边不就是网美门经常上传的照片吗 十三,猪油照也帮你P的美美Detail了 十四,当然也有不少人看过这些PS修图对比后 觉得真的是诈骗 十五,卡纳虎也表示 希望大家能明白现实跟虚拟之间是有差距的 十六,他警告 如果你今天迷上了网路上的某人 记得一定要看到他本人才准 十七,毕竟只要有了PS修图技术 人人都可以变网美啊 十八,右边的整体感觉真的好含妞啊 十九,小清新风格Tilda 二十,修图前后的差异就是可以如此夸张 二十一,现在更是有前铺后继的人要找Panahu修图 二十二,就连男生他也可以修了 不愧是大神 二十三,但这位根本不需要修吧 二十四,如果只放下面那张照片 肯定会有一堆人询问这这妹是谁吧 二十五,修完后简直像在拍日本纯卖电影了 二十六,这些其实也算变相的却是照了 经过修图后的照片真的会有无限可能 看到这么多吓人的例子后 就能理解网络上的照片果然都是不能相信的 其实很多人只要保持自己原本的样子就很漂亮啦 老婆